很簡單嘛,你把上下兩行顛倒就好了 OK,好 那這個應該,這個非常簡單 雖然說只是短短一行 但是特別注意,請記住 Sales後面 沒有小瓜,請你最後 再把它搬過來 再加一下 那你講說,老師那你幹嘛麻煩 你剛剛為什麼不直接打完之後 再來點呢 關鍵就在這裡 因為打完刮鬍之後點 那個Lumber Formate Locate 不會出現 也就是說 加了刮鬍之後它不提示 所以怎麼辦呢 折中方案 因為我覺得你們應該蠻需要提示 因為你要打Lumber Formate Locate 可能要打錯的機率還蠻高的 那如果你這個時候點一下 打一個N就可以了 就出來了 所以其實VBA好處就是這樣 Lumber Formate Locate 你最後做完之後 等於記得要回頭要把什麼 把哪一個儲存格告訴他 不然他會幫你把所有的 這個Sales指的是所有的儲存格 這個工作表裡面所有儲存格 都幫你變成整數了 然後加一下 加這個表示說哪一個儲存格 沒有加表示全部的儲存格 那為什麼後加就是因為點下去它不會出現的意思 這個只是一個折中方案 當然你不這樣做也是寫得出來 只是說辛苦一點 Lumber Formate Locate 那為什麼取這個名稱 其實他也沒有 反正那個工程師喜歡怎麼取就怎麼取 美國人的邏輯你也沒辦法 你也不用去抓牛角尖 為什麼取這個名字 之前的長老同學會問為什麼這個名稱是這樣 我說這不能問我 你要去問比爾蓋茲吧 因為可能他比較懂那個邏輯 因為美國人設計 那這個名稱其實就因為美國人 所以他們用英文 那實際上當然你如果將來 有沒有辦法寫個中文版的VBA 那也可以啦 只是要花很多時間 他只是一個屬性而已 OK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 最後做完之後 這個有小數點 對 那我們把它輸出 有沒有 全部 那他實際上做了什麼事呢 就是把這個格式先格式化 再丟完 丟資料給他 剛好同學說 那如果說先丟資料 再格式化可不可以 其實可以把它怎樣 把它搬到下面來 上面這一行跟下面這一行 顛倒了 那把它執行過 比如說我再刪掉看看 然後再把這個 再執行一下 其實理論上應該可以 丟資料 再格式化 也是一樣 所以這一行跟這一行顛倒 沒關係啦 那哪一個比較好呢 丟資料 再格式化 格式化再丟資料 好像沒什麼差啦 你可以想想看啦 因為有些細節我也沒有特別注意 像同學妹問 我也沒有特別想 我的直覺是 先格式化 再丟資料 第一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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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覺得 哇 那個格式化出來就是結果 所以你的邏輯就會覺得是這樣 這樣走 一個是算出來之後 然後再把它減少 感覺好像兩分鐘 但是因為你用VBA 所以它其實一起成績 它一下就做完了 你也感覺不出來 到底是有什麼差別 OK 所以這個細節我想 所以VBA它的難處 它的缺點就是 每個人寫邏輯不同 結果一樣 可是不同的人寫出來 就讓你感覺好像都不一樣 但是這樣都一樣 顛倒一下而已啦 哪一種好呢 符合你的邏輯最好 因為你記得起來 你覺得熟悉的東西是最好的 所以也許我的邏輯 不見得完全 可以讓你們一下可以 那你可以調整沒關係 調整成你覺得最好的方案 OK 就讓同學問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問題也問得很好 因為他可能會覺得卡卡的 跟他的邏輯不太一樣 所以他用他的邏輯來問我 那當然這也不錯啦 OK 這裡我想各位試一下 多一個這個月考 來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